是先批示新增再批示删除 然后有个清单有新增跟删除 再来的话就是把原来的筛选业务 这个副程式我想前面我们有做过 实际上它就是放在这边 比如说它是单次的 所以当我执行它的时候 它会跳出请输入业务姓名 之前我们有做过一次 那这边的话比如说我要找老王的话 那你就直接输入老王 OK老王 然后呢它就按确定它会新增一个 并且帮你切回来 找到之后又切回来 帮你把筛选的效果给取消掉 但是现在是要清单再清单 所以等于是怎么样呢 把input box那个拿掉 因为input box是跳一次而已 那所以呢我要怎么样把这个功能改成我要的 那这个地方当然第一个 我先把这个老王先删掉好了 那当然我们已经做好了 已经准备好了 所以第二个的话请你把筛选业务这个范围的程式 把它复制起来 那我的习惯是也许把它贴到最上面好了 按名称不能一样 所以贴上之后的话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叫做批次 刚少扫了一遍 从这边按shift键 OK把它Ctrl C 然后移到最上面贴上 多加两个字 叫做批次筛选业务 批次OK 好 再来的话要做什么 input box 不过这个是一次嘛 所以我要多次怎么办呢 你可以这边按两下Enter好了 我习惯 把那个批次新增的这个回圈 Ctrl C 扳到这个的上面 翻过来之后的话呢 那新增这个地方可以拿 因为底下这边有新增 你不能同时新增 所以这两行其实可以拿掉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最重要是这一个 要这个input box 改成上面这一个 来源不能是从input box 所以接下来动作 记得哦 请你把整个 下面的这些程式码 怎么样 把它剪下来 放到哪里呢 放到回圈里面 特别说 这个可能动作 因为程式码比较多啦 所以你要动作放慢 反正前提就是 一定会有4回圈 来源是X 把刚刚的程式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请你记住 我的习惯是 贴上之后的这个范围 多按一个TAB键 按个TAB键做什么呢 就是让它缩排 缩排的好处就是说 将来你一看就知道 4在这里 NAS在这里 不然的话你会找不到头跟尾 你不要全部贴在同一个 同一个段落 因为同个段落会看不清楚 这样的话会比较清楚 再来怎么样呢 请你把这一行呢 也许就直接 把注解掉就可以了 或者你把它删除掉 也可以了 那我的习惯是注解 把这边前面加一个单引号 那单引号它就不执行了 那也就是说本来的X 是从那个什么呢 input box得到 然后现在的话呢 是从什么 从清单里面去得到 这样的话 基本上贴上就OK了 那因为我现在的游标 是放在那个 现在是放清单的工作表 所以我比较建议就是说 你可以多在 第一行多打一个 一行就是sheets one 就是在把它怎么样呢 因为我常常看同学 也有错误都是你的游标 还在清单的工作表 结果呢 就直接做筛选 那就会怎么样 就会产生错误 所以比较保险的做法 就是最后呢 请你在第一行 加一个什么呢 sheets one 就是把它切回到问题期 再做P字筛选 不然的话 可能就是因为 你没有切回第一个工作表 然后就执行 就变成怎么样 你的筛选会在清单里面筛选 清单里面当然没有东西了 所以会容易产生这个错误 其他好像都还好 好 改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这样做完之后的话 把它直接直行 有没有 全部帮你做完了 而且切回去 什么事都没改 然后再来就是 P字删除 就把它删掉 OK了 所以如果比较恰当的做法是 你干脆 在第二行干脆扣一下 就是当他P字筛选的时候 直接去什么 去呼叫一次什么 呼叫那个P字删除算了 等于是说你反正每一次 做P字筛选的时候 你要重新删掉旧的 重新再来过的话 那你就执行 那你就不用 你下一次他再重新查 因为你可能前面的资料 更新过了 那更新过 那势必就是要 把旧的先删掉 重新再查过 好 再来一次 有没有 他会先帮你 这样跑太快了 其实我刚刚这边有没有 会先 ColP字删除 他会先帮你把 这个里面的工作表 先删除完 再跳回去 做什么 重新更新资料 的动作 那也就是说呢 你每一次按下去 全部都删掉旧的资料 然后再重新帮你查过 一个新的 诶 这样感觉还蛮快的 好像什么事都没做 没有做太多动作 但是呢 却可以快速的满足 我们要的结果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基本上 我把重新再提示一下 一 我把那个 原来的批字 就是 不是批字 筛选业务 从头到尾选起来 贴到哪里呢 贴到那个 我们的那个 批字新增的里面 所以你可以批字新增的这个地方 把它贴过来 然后头 跟尾 for回圈 里面 顶多就三行需要 就是贴上去之后的话 只有 回圈 头跟尾 OK 再加一个x 然后把原来的input box 把它 看来要删掉 还是说把它加个注解 其他的地方呢 基本上都没动 就完成了我们批字筛选 OK 然后再来就顶多是 第一行增加一个什么 怕说你忘了选取第一个工作表就执行 会产生错误 再来呢 在查询之前呢 先帮我 把旧的工作表全部删掉 这样就完成 OK 所以批字筛选 就大功告成 顶多就是说怎么样 它一直在闪动 你如果不要让它闪动的话 我前面讲过了 你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application里面有个属性 叫什么 还记得吗 叫什么 screen updating 把它关掉就好了 还记得吧 那个蛮常用的 application 点什么呢 screen s 有没有这个 等于false嘛 对不对 然后最后记得呢 跑完之后呢 再把它打开哦 不然的话 它最后没打开 就不会更新了 那刚刚不是一直闪动 对不对 如果你这样子把它关掉 它就会怎样 就不闪动了 全部做完了 不过感觉好像会变得比较无感 好像 其实它动了很多 但是 你会发现 它到底有没有跑 是有跑 可是就是因为 没有那个 screen updating 的那个 感觉就无感了 那怎么办 不然你就留下来 所以后面还会再讲 就是说 如果你要让user知道说 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的话 一般也许你可以在画面上面 也许你跳一个什么 跳一个 就是progress bar 就是一个 进度状态列 有没有 跑百分之多少 这样的一个讯息 但是那个可能又要多增加一些事情 要做一些 比如说表单 表单里面要给它一个状态 因为有点麻烦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 就是了解一下 有这个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把那个所谓的筛选业务 改成所谓的批示筛选业务 那当然如果你有批示筛选业务 这个功能出现之后的话 如果你要批示筛选 比如说产业别 跟其他栏位 那当然可以 这个也是变得很简单